就可以解除三級 对 如果有到那样的一个比例 那加上染疫的人数降到 控制到一定的程度 那当然是可以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看三级至少要到十月 局势并没有变得比较差 总统蔡英文也认为 疫情算是有控制到一个程度 立委提出县市分区调降概念 希望部分县市先降到二级 盘点中南部县市 台中以及台南 十一号确诊人数都是个位数 嘉义县第四天加零 高雄市则是连五天加零 北部地区有将近七百万的人口 没有解除的话 我们大概任何的一个县市 都没有解封的空间 县市很难独善其身 随意降级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 搞不好未来的痛苦会更长 要降一起降 要升一起升 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的做法 毕竟台湾是一日生活缺 专家也认为 贸然分区降级 只是徒增疫情反扑风险 台北市跟新北市就是三级 然后中南部二级 那开会的时候 是不是台北的 新北的SV下去开会 不能避免这样的爆发产染的可能性 第二很容易造成标签化 造成那个分类的感觉 台湾的南来北往过于平凡 防疫看来同岛一命 没有本钱分区降级 若没共同守住疫情 三级的管制时间越长 民众生计问题更加难解 台湾新闻 陈志杰 张安清